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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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结账 不用了 我来吧 刚才我是在气头上的 是我不对的 您多担待 您要是 多少愿意给我个面子呢 就把这顿饭吃完去 要不然 连累了你这么长时间 连顿饱饭都没吃上 那我心里就更过瘾去了 这才多大啊 怎么就半生不随了呢这是 行了 行了 别演戏 我跟你说声抱歉吧 先生 我为我从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 跟你走我的抬杠和辩论 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聚会到你的冷手 这个豆汁啊 绝对地道 我强烈地推荐 是酸的 酸的才正宗啊 这家的豆汁在全北京都是熟的 都喝两口还挺香啊 一般人没有两三年 适应不了的味道 连着一口上一口 看来跟北京还是有缘分 这边过凉吧 郭阿姨 王叔叔 这是小林吗 越来越好看了啊 很年轻了呢 这是江女士 换太太了 就是个朋友 好好好 越换越年轻喽 昨天晚上就完了 是 是是 好好好 不好意思 为什么是你叫昨天晚上 什么困惑 什么困惑 什么也会被人解决 那我什么认识 你得跟人解释清楚啊 我怎么解释 我解释得清楚吗 我就闹了闷了 就从昨天开始 我碰到你开始 怎么所有的人见到 我跟你在一块 都会觉得咱们俩会 怎么样 怎么样 那我跟别的女的在一块 为什么大家就不这么想呢 难不成你有什么 特别独到的气质呢 还是我这脑门上写着狗男 您这脑门上写着女 咱们俩一看 就是天生的一对 马先生 我知道您心情不好 您说什么话 不给您计较 但我希望您是孩儿指 指不了 咱俩这渊源是太深了 就从我从中 在回来的体系上 认识你们开始 我要是不认识 我们就不会摔下楼 我不摔下楼 请我就不可能进医院 我不进医院 就不会那个点回去 我不那个点回去 就不会撞见 我媳妇喝 你要是不撞见 你不还被蒙家鼓里吗 那我太太还是我太太 你知道吗 你把她迷途知返的机会给毁了 你这意思是还是我的错了 当然了 你就是我的灾星 也就是扫把星 只有洛夫才会把自己的婚姻失败 规矩到别人身上 自己写自己的责任 我有什么责任 老媳妇背叛我 你我有什么责任 你没责任吗 事情发展到现在 你没有责任吗 你老婆今天叫人来干吗 是想来晚会婚姻呢 你给她说话机会了吗 她还想要什么机会 她还想要什么机会 是她被看我的 我被那大耳瓜子抽的 抽了她满地找牙 我已经算是新老婆 给你打扶着 我都佩服了自己 你怎么没想过 你为什么自己的老婆 要悲于自己去喜欢别人呢 见义丝情 人尽感福 攀金两二位 陈世美 所以马先生 你从来没有从自己的身上 找回原因和问题是吗 我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 我太正直 我太清晰 我对她太好了 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你太不离开 就是我 咱俩相处时间不长 但是硬查调错地 经历了好多事 你发现 我每次对你心意 我就恨你 每次我给你点好脸色 我就恨不得大嘴巴抽自己 什么意思 我跟你不过相处的事情 想说已经深恶痛绝 忍无可忍 我真不知道 您太太跟您这世纪 那是怎么熬过来的 没有人让你们忍 也没有人让你们熬 可以不忍呢 谁也没求着你们 走走走走走 赶紧走走 走 这是我的早点前 另外 我觉得像您这样的男人 活该没老婆 老杨 提长 你这个碗多少钱一个 我这个 我这碗豆汁啊 这碗 这碗一块钱 我来俩 我还真没带钱 你没带钱 你就先拿走用 哈哈哈 我把钱给你 没事儿 我来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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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我吃过了 昨天我妈说的那些饭 你别放在心上 吃人就这样一说话难听 但是昨天我妈说的那些饭 就是为了我好 话别放在心上 你怎么个脸色这么不好 我刚从老马那儿回来 老马是不是说什么难听话 他昨天 在老房子那儿过了一夜 他和昨天送他回来那个女的 已经住在一起了 你说老马 怎么这么真人不露响 我没想到老马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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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是什么样的人 他做了什么事呢 我根本不关心 对我老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只要您好 你愿意我怎么都行 老马要跟你 我随时可以跟你结婚 老马要是想闹腾 打赤酒站下去 我陪你一起扛一起等 我 你还没有问题 我都行 别哭 别哭 你就不怕 没见到面对到了 我那么认识 这一幕海阔天空 才是会天空里黑 来 麻烦你来了 有 本人在吗 本人在吗 本人在呢 你赶紧去过州西云 让那马上为定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转 又有人瞧呢 谁啊 马转 出去 我你的清调报告 你不觉得应该先写一份情况说明吗 这事连办公职谈可能不太合适 那清调报告 你先收下 我怎么可能让你走呢 让你带着我的老婆远走高飞 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 我一定要走呢 只要我还在这儿说了算 谁也不可能让你走 当然 你可以辞职 可以不要这个公职身份 但是我知道你不会 你在我这儿 低三下四 忍辱偷生 不就是舍不得这份公职吗 马转 实在对不起 神父是鼓励的 说 那个愿办通知 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 不 十点宣布 宣布什么 宣布主任 主任什么 主任任选 就这事 对 那我也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您说 别再烦我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昨天我没有撞见你 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至少等到 主任任选宣布以后吧 这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会突然奇迹 什么奇迹 其他人 也许会是那种 其他人 那又怎么样呢 只要你不当主任 我就有活路 你真这么想吗 不管谁当这个主任 我不还是这个父亲 谁能顾得了我 谁能顾得了我 你 请 咱们综合办主任这个职位呢 已经虚了很长时间了 一直呢是由 马国梁同志主持工作 在马国梁同志主持工作期间 无论是从党务行政 还是各种业务方面呢 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组织上表示肯定 下面呢宣布任命 根据中央有关 任员任命的规定和考核办法 既要考虑到专业和知识储备 又要考虑到干部的题词结构 所以院党委研究决定 任命新一任的综合办主任是 沈玥 向新商人的沈主任表示祝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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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老马 老马 你带头表个胆 来 我代表全体综合办的同事 服从院领导的安排 配合新领导的工作 争取在沈主任的领导下 把办公室的工作配下一个新台阶导 老马 咱们都是老同事了 要正确地对待组织上的决定 当然 当然 你那个方案我看了 有那么几个地方还真有点意思 什么方案 就是你那个关于下一步 我回家以后 你不是准备实施那个改革方案 这个 是我对咱们这个部门将来工作的一些设想 跟老主任的完全不同 您指哪儿我到哪儿 不要为止 当然 要想人不知啊 朱飞计冒为啊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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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 他叫你来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 在这儿可能大家都理智一些 你觉得我现在够理智吗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以为党主任的会是你 如果他不是把我的改革方案 给老主任看的话 那个位子本该是我的 我提醒你 你看上的人 是一个踩着别人往上爬的 卑鄙无耻的阴险小人 他不会做这种事的 为什么你就觉得他是好人 我是坏人呢 我只是希望 希望你别欺负他 他现在是主任 我是副主任 谁欺负谁 他抢走了我的女人 我不是谁可以抢走的 就算是我要离开你 那也是我自己要离开 我就这么着你恨吗 不是恨 是我跟你在一起过日子 不过够了 我管你吃 管你喝 挣的钱都给你 娘家妈也接来一块住 你还让我怎么样 你以为我跟你结婚 就是图你把你每个月 挣的工资都交给我 对吗 没有你我也可以养我妈 还有女儿呢 对 就是因为有女儿 没有这个女儿 你以为我会熬到今天吗 其实 我们是有几年好的日子的 可结婚了几年 你下班了 不管我多晚 都会去单位等我 我没吃饭 你就是再饿你也会等着我 等我回来 那时候你心里是有我的 可是现在 现在怎么了 老夫老妻了 这全世界的女儿 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吗 你觉得过日子 就是吃饭睡觉 但是我不行的 不是我身边的男人 心里有我 让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你想让我带你 去吃法式大餐 给你送了鲜花巧克力 是吗 你有那根心吗 你说是巧克力鲜花呢 就是萝卜白菜 你给我买过来了 它法式大餐 永和豆浆你带我吃过吗 你天天喝个烂醉回来 我家倒头就说吃吧 你带我看过电影 逛过街 你去过夜店吗 夜店 夜店那是正经人去的地方 你说了 那不是夜总会 是年轻人玩的地方 年轻人玩的一条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去过了 对吧 你跟他一块去 对不对 你跟我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 一个男的 我就带你看了几场之夜 你去过电影 耗了几次夜店 就把你给扣打走了 是吗 是吗 我就跟你说过明白了 我们女人找男人结婚 不是只为你吃饭睡觉 生儿育女 我们找的是精神支撑 心理育靠 我希望我的男人可以疼我 爱我 珍惜我 我能住到他心里 那才是真正的家 你明白吗 明白了 我们在一块生活了二十年 你在别的男人身上 找到依靠 找到家了 对吗 马上 узł 是不是又疼了 好 你干什么呀 离婚哪 找户口本啊 准备得够齐全的 身份证 结婚证 户口本 你这是早就准备好了吧 你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吧 你怎么就知道我就会同意离婚呢 我不同意离婚 我要托死你们 咱都稳好过 你偷人 想从我的床上爬到他的床上去 没死你 我们非要怎么说话吗 那你告诉我 咱们应该怎么说话 这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吗 谈个屁啊谈 你都把绿帽子在我头上了 还让我跟你好好谈 你转告那个沈月 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他了 他摊上事了 他摊上大事了 你干吗呢 我不再说一遍 我们能不这样说话吗 那你告诉我 咱们应该怎么样说话呢 我觉得是咱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这不废话吗 我是说是咱们的婚姻先出了问题 然后 我懂了 就是说我先错了 然后您被迫偷了人 就是说您给我弄了一个绿帽子 我还得欢天喜地地接过来 戴自己头上 是这个意思吗 行 我约着你 你说怎么办吧 是离婚还是继续这样没事的 你说 你少来地套 好像你多尊重我似的 还依着我 依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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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开车去把淳于给我撞死 去呀 依着我 依着你吧 你不就想离婚吗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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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你也 甭掉这个鳄鱼的眼泪 你偷了人了 你还多委屈似的 是吗 离婚 我依着你 谁不离婚 谁孙子 你 你这要上哪儿去 那女闺女 是 妈 我们俩去把手续办了 那财产怎么分呢 我们也没什么财产 这房子是单位分给老马的 就留给她 就这么完了 完了 我净身出户 你净身出户了 那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孤儿 小姨跟我过 你们俩俩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行 我现在就去收拾 你什么事 什么事 你收拾啊 办什么办 马国梁 你以为我们不懂法呢 这是婚后财产 得一人一半 你说得对 娜娜是正常离婚 你闺女这是吗 她是在外头偷人 被我当场勤护 现在我一纸修书 把她给开了 你还想分我一半财产 没死你 你还不这么跟我妈说话吗 妈 我现在不是她让我办 是我自己要办的 我要对我自己 做的事情负责任 我既然要离开这个家 我就不想占端一分一毫的便宜 你疯了吗你 你胡到游蒙心了吗你 妈 我已经决定了 不管您怎么骂我 我说好了什么都不要 就是什么都不要 那怎么能行呢 那什么呢 没有什么那什么呢 你们是不是觉得 你们走了以后 这个屋子空荡荡 我一个人住 对吧 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 我跟我闺女过 我还打算再娶个新太太 我这回要娶一个 守得住的 从一而终的 终贞不渝的 蒙谁呢你 早把那小狐狸精藏起来了吧 早憋着把我们母女撵出去 好给别人疼地方是不是 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明白 莉莉回来跟我说了 你昨天晚上 是不是跟那个小狐狸 已经过夜了 谁知道你们什么时候 搞得一起去的呀 想把我弄成错的一方 然后把我给赶出去是吗 妈 你干吗呀 背着这么撕破脸 背着这么不看吗 妈 我求求你了好吗 咱就痛痛快快地搬出去好吗 女儿长这么大就求你这一次 你给我留点脸面行吗妈 傻孩子 你要脸 她要脸吗 王国良 你说我闺女跟沈云有关系 就有关系了 你有证据吗 捉奸要捉双啊 我闺女可捉住你们的证据了 你要把我们赶出去 然后你跟那个小婊子 逍遥快活 好过你们的好日子 想得美啊 好吧 都是我错 我是混蛋 我现在说了 你们给我搬出去 你说 你搬不搬 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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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不搬了 小易 搬不搬 不搬 怎么满身 都知道吗 可以跟我妈咋的 Rifong 知道吗 一样 当然对筋呀 我连个人是 能够做个深刻的自我反省 程序当的原谅 我还是可以原谅 不可能 为什么 我妈要给我烦你 我不知道 要是这样的话 我会有什么事 那你们也会知道我跟谁 当然是跟我 这个家就是咱们俩的了 你妈也很爱 她就哄出去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咱们都姓马 我叫马国良 你叫马小姐 这是咱们老马家 他们姓牛的 该干吗干吗去 妈 我爸说得让我跟他住 让你们都搬走 你现在跟孩子说什么呀 你做都做了还怕我说吗 我只是把真实情况跟他说 他以后跟我 这个家里只能有姓马的住在这儿 其他人都得走 那你们搬走了谁给我做饭呢 我给你做呀 爸爸不是给你做过一次饭吗 就您做那饭 难吃的自己都不想吃了 我吃了 你不要让你们做 姨 老了天天跟着 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你不要拉拢腐蚀我女儿 成吗 孩子都这么大了 是谁想拉拢就拉拢得过来吗 小姨 妈妈问你 如果我跟你爸办了手续 你想跟着谁 当然是跟你们住了 当然是跟 跟我了 我请告你 你已经破坏了我的家庭 你不要再破坏我们的妇女关系 在妇女关系的问题上 我想稍累打听一句 你闺女几年级了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就是想说 我不关心她 不了解她 是吗 她上高一 为这个事 我们还专门地拍过一张照片 不是上高一 不是上高一 那就是初三 初三对吧 爸 我都上高二了 那张照片是高一是我拍的 一年前的事 不是说要去办手续吗 这都扯到哪儿了 瞎耽误什么功夫 走走走走 麻烈的事 这是我根据你们的家庭和财产 我根据你们的家庭和财产 草女的一份钱 第一项 现有的房产归马先生算的 但您需要向刘女士支付 房屋市值的一半 我凭什么要给她签呀 这房是我们单位分给我的 是您单位分给您的也好 或者是您自己选购的也好 只要房屋的买卖 发生在你们婚后 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 刘女士有权得到一半 一半是多少 房屋的市值 现在粗略地计算一下是二百二十万 我再根据你们提供给我的卡项 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你们现在的 存款总额是七十四万 如果一人一半的话 属于您的应该是三十七万 那就是都给她了也不够 余款的给付方式 可以经过双方的协商 我建议您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也就是说 您每个月 向刘女士的账户上支付三千块钱 您也可以采取 一年给付三万六千块钱 这样的话加上利息 二十年付清 合着这房子归了我 我就欠了她七十多万 当然了 如果您不一定坚持 要让刘女士搬出去的话 你们也可以共同居住 在现有的房子里 我不同意 她跟我离婚了 她就不是我的女人了 她凭什么还住在我的房子里 必须搬走 马上搬走 那您的意思是 您准备支付房款的一半 我的意思是 我既不给她房款 也不会给她存款 她背叛了我 她必须得净身出户 我同意 都听她的 佑女士 我是你们双方 共同聘请的律师 我有一务 向您解释清楚 你们各自的权益 您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自愿放弃 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女儿 这不可能 孩子必须归我 你想让我的女儿 认那个姓沈的当爹吗 她算个什么玩意儿 叫她爹 认贼作妇 今天不管你怎么说 这件事情上 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女儿今天十六岁了 从生下来的第一天起 就跟我 还有她姥姥在一起 从来没有分开过 以后 也不会有别人 让我们分开 我是别人吗 我是她亲爹 一个连自己女儿 上几年级 都不知道的亲爹 好意思在这儿咆哮吗 我是 我以前忙于工作 我没管她 我现在要补偿她 你补偿得了吗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女儿 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婚姻出现了问题 你就有权利 给我戴绿帽子了吗 婚姻法 婚姻法 哪条规定的摊 给她们这个权利了 就没有天理了 请你们现在各自 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已经非常克制了 不好意思 赶紧添麻烦了 要不然改天吧 我态度不好请你原谅 我请求你现在 马上就把这个协议弄出来 我必须马上就看 一分钟要到 这孩子我们俩都想要 你说怎么办 听明白 这个提示部 十周岁以上的孩子 到了法庭 法院是可以遵循 她个人的意见 还要上法院 如果你们双方 都这么坚持的话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你真的要女儿 面对这样的场面吗 如果一定要她选的话 你觉得她会选你吗 马先生 你把协议拟出来吧 我签字 你把协议拟出来吧 那您的意思是 孩子归大了 如果孩子归刘女士抚养的话 你每个月需要向她支付 两千块钱的抚养费 直到孩子大学毕业 我还要再加上一下 您准备加什么 如果孩子归刘女士抚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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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个月需要向她支付 我必须给你 因为女儿跟着你 我不想让她受苦 转发 你现在的心情 我知道我现在说 什么人都没有化 我本想就单约一个时间 你好好骂骂我 我也都听着 那我能请问这件事吗 你说 马上班主任 你现在说什么人就没有化 越快越好 好 我今晚就搬 今晚 我也没想到那么快 原来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 跟那临婚 得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 但是他坚持要离 那就离了吧 我签字的时候是几天了 问这个吗 没告诉我几天钟 下不了点啊 十一点钟 宣布的主任人命 三个小时以后 对老马来说确实 有点残忍 有点残忍 我有个事要问你 什么事 老马跟我说 说是你把他的改革方案 报给老主任 才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的 没错 是我把老马的改革方案 透露给老主任 但是那是一念之差 你听我说 我 我想了 我分析过这个问题 他早晚会发现我们俩的事 那要他要再当了主任 我以后一天好日子也没得过 这 这是一种 求生的本能 再说我也没想到 主任这个大馅病 能砸到我的头上啊 不 莉莉 你 你觉得我会是那种 处心机率给别人挖坑 然后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得势力小人吗 那肯定不会 对 你 我只不在此 也对 你不是那种走仕途的人 老马才是 你知道吗 你的信任对我 很重要 只不过啊 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他昨天才从美国回来 今天就什么都没有了 人生如梦嘛 我得给你刷新 我当上了这个主任 以后绝对不会回来老马 有你这么说 我心里就好过多了 小梁 你要叫沈主任 叫 叫你 叫 快 叫 谢谢你 沈主任 那下一步当作怎么办 对 那个 离婚的时候 我把房子给老马了 我答应他今天晚上 就从他们家搬出来 所以 我们能不能在你家 赞助的时间 赞助 你说得太客气了 我都想好了 回到把你们全都切回来 但是现在有点太脏促了 我买的房子一个月以后才交付 那你现在住的地儿呢 现在住的 只有宜居 那是靠近单位的时候 算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都什么时候了 凑合一下呗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 打扫吧 不用了 咱们街上我妈还有小易 一块儿过去 快走 嗯 嗯 这 大哥你干啥 那吓死我了在这儿 明明是你在我面前 这跟头耍把势 不要说我吓死你了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 前两天忙那个五号楼 那王大爷就是在这坐 坐着坐着坐着就没了 我呸 你还嫌我今天不够倒霉啊你 不是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看这儿没啥人 你自己坐着你低头点 大哥 你这看啥呢 见过这个玩意儿吗 啥呀 离婚证 你结婚证我都没见过 这次离婚证 那你得好好看看 这个小本本里头门道可多 告诉你 这次离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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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离婚证 但这个离婚证 你转流不息的感想 你转流不息的感想 我每一个希望 你都脉搏 唤醒 照耀 和大肚子的心脏 Mr.Man 昨天几点回家 Mr.Man 有人在等你吗 小小天地城市角落 做你温暖的我 后听点点星光散落 路灯陪你唱歌 对面的空座 为总是人来人往 叙数口袋里的梦想 还顽强 心装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连高高山的风吹来的方向 每次笑着流泪 每次诗语言尾 每次美好的失落 都哭喊着陪着我 有千千万个声音 在这座城市大劇场 在这座城市大劇场 让甜心酸的幸福的想法 都无所谓 在这座城市里的住宅 莫名为佳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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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Man Mr.Man 愛上的是什麼